又来到龙族前传时间 这一集真的是无谓杂成悲喜交集 真的是要全速迈向通常会有最多转折的第九集了 就让我们一次好好解析其中的彩蛋 意义以及援助致敬 大家好,我是超力帮 感谢见这一部影片了你 如果你初来乍到这点一次订阅 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各种 必看影视解析快乐去跟上 这一集就让我们再从片头的家族术讲起 因为又有些许的变动 除了Lena的回忌因为死了而被血淹没之外 我们在模糊的背景中 也看到Alison的血脉分出了四条 也就是Agon,Helena,Amon 以及我们还没看到的第四个孩子Daren 这一集后半段Viserys说 他好不容易全家都聚集于军林城 显然是忘了可怜的Daren 在原著中 他被形容为Alison几个孩子中最受欢迎的 温文如雅 不过年纪轻轻就被送到旧镇服饰Hightower领住 有鉴于他在血龙狂舞中也扮演不小的戏份 我们之后应该还是会看到他 这一集刚开始 我们得知自从上集又过了六年 海蛇又回去阶梯时打仗 而Rainys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不过现在传来噩耗 说Chorless在战斗中被划伤脖子 伤口感染而发高手 在援助中Chorless只是单纯有一天突然发高手 并不是因为打仗 于是现在Rainys和Chorless的弟弟V们就讨论起 如果Chorless有什么三长两短 到底该由谁来继承Velorean家族的领地以及头衔 这里有提到限制从木林厅烧来 也就是Tarth家族的领地 Tarth也就是权力游戏中Briane的家族 Rainys认为海蛇早就决定要把继承权给Rainyr的次子Loceros了 然而V们却明目张胆地指出Rainyr所生的前三个孩子都是私生子 不是Velorean家族的真正传人 表明自己身为Chorless的亲弟弟更有资格继承 这里可以看出Rainys自己的犹豫 因为他也对于事实先知肚明 不过在上一集Chorless的这句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服Rainys 毕竟他自己虽然早就放下对于王位的追逐 但是如果让V们接下位置 等于就是放弃了他两个先行逝去的孩子Lenar以及Lenar的记忆 对Lenar在影集里还没死 但是对于Rainys来说是死了 虽然说Lenar跟Rainyr在结婚期间所生的小孩并不真的是他的 不过至少他还是势如己出 Rainys表示 不过现在坐在铁王座上的 并不是病入膏肓的Viserys 而是Alicent 画面来到龙石岛 只见Demon的挖出几颗新的龙蛋 说是Rainyr的龙Syrax所生 并且交给养龙人 养龙人则给Demon一封信 寄信者是刚刚在庭堂中站在Rainys身旁的贝勒 上面的字集有点难以辨认 但是大概是这样说 父亲我写来告知有关V们属父的消息 他在此刻正前往军林城 正准备向国王澄清有关于继承权 权力以及血统纯正性的问题 他希望漂流木王座能够传给他 也认为他是唯一不受扭曲的选择 在城堡内 Jasiris努力学着瓦雷利亚鱼 这张桌子就是我们在权力游戏中看到好几次的那张 就是Stanis和Melissandra好好爽爽的那个 我们也在一旁看到稍稍长大的Joffrey 此时Demon进来 Rainyr又其他人让他们单独说话 Demon直接了当地给Rainyr看那封信 别无选择了只好一起动身前往军林城 在这场戏结束前 我们看到Demon摸了摸Rainyr的肚子 明显表示他又怀孕了 有鉴于我们在后面会看到Rainyr和Demon生的前两个儿子 这个应该就是女儿Vicennia了 两人到军林城却无人迎接 更好笑的是在马车后面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 辛苦地拿着家族旗跟在后面 此处只有Caswell大人前来迎接 也就是在第六集Joffrey刚出生时 唯一恭贺Rainyr的领主 可见整群的人都已经是绿党了 同时进入城堡之后 我们清楚看见原本四处龙族印记都被七神教的标志取代 显现Alison和Auto的势力扩张 毕竟Hightower家族以及教会的中心都是在旧镇 所以他们家族跟维斯特洛的七神教有紧密连接 我们在这集又看到Alison戴着七盲线项链 Alison本来就主持御前会议 听到客人们已经抵达马上前去迎接 此时新的玉莲铁为告知他Agon王子的房间 出了一些事Alison原本不予理会 这时骑士才回答他是Eric不是Eric 没读过原著的人可能不太熟悉 Eric跟Eric是双胞胎 以后为了避免搞混 我就称他们为A骑士和E骑士 他们两人也有可歌可戏的故事 我们就等到演到再来题 画面转到Rainyr和Daemon 两人来到Viserys房间 只见瓦雷莉亚模型 因为Viserys多年重病早已结了蜘蛛王 更象征Viserys王朝早已因为自己家人斗争而摔腿 来到床前 我们也发现Viserys早已不成人形 面如稿木身形消瘦 还有半张脸被绷带遮住 不过两人还是切入正题 Daemon直接表明 需要Viserys在海蛇继承权这件事上支持他们 Rainyr则是抱来 他跟Daemon新生的两个小孩 Agon以及Viserys 为了避免搞混 我们就跟书中一样称Alison儿子为大Agon Rainyr这里的儿子则是小Agon 这里没有演出来 但是原著中Alison对Rainyr同样 加儿子取名为Agon非常不爽 Alison听到公主 也替儿子取名为Agon 大为光祸 他认定同名犯会的行为 等同是冒犯自己的孩子 此外书中也有提到Viserys 婴儿Viserys跟几个哥哥比起来 身体虚弱 但同样也聪明造会 正在烧向天伦之乐时 Viserys疼痛忽然发作 引得两个婴儿哭哭啼啼 只好拜托Daemon拿旁边的茶给他 Daemon吻了一下 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这是什么了 此时画面转到Alison处理刚才被通知的事件 只见一名女仆跪在地上啜气 说刚才被大Agon强 我们在上集也有看到大Agon调戏端酒的女仆 书中也这样说 个性两散 爱生闷气 胃口异常的好 喜爱唱饮 薄酒烈酒 也时常捉弄不小心走进她视力范围的任何侍女 Alison终究不是Sersie那样的铁石现场 真诚安慰这名女仆 不仅相信她的说辞 也信任她绝对不会把这件事传出去 给了她一袋银子 不过还是请人地上避孕的月茶给她 当然这也呼应第四集 Renira丑闻冒出来之后被迫喝下月茶 之后Alison怒不可恶地把大Agon叫醒 质问她这件事 这里可以看出Alison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帮自己孩子收烂贪子 不过终究还是真心在乎荣誉 直接大声斥责Agon恶心的行径 赏她一巴掌 Agon也反答 自己已经尽全力尝试当个好王子了 这一切根本不是她想要的 此时Helena进门问说 有没有看到刚才那名侍女 说她应该要帮孩子穿衣 啊 看来在这六年中 Helena和大Agon已经正式结婚生子了 也就是双胞胎Jaharas和Jahara 也许也已经有次子Mailor 关于Helena以及她的孩子 会有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值得分享 等一下再提 在这之后 Alison前往拜访Renira和Demon 特写带到商机 Alison用匕首在Renira手臂上划出的伤口 在这里Renira接近全力以礼相待 不过Demon完全不掩饰她的厌恶 质疑Alison以及Auto扩张全力改造王公的行径 也指出她刚刚闻出Viserys喝的茶 其实是因素奶 能够止痛却也让人神智恍惚 Alison只说隔天对于继承权的会议会做出公平判决 当然这里没有所谓的公平 Alison在前几集就像Laris抱怨过 至少父亲的Auto会对她稍微有所偏袒 接下来我们看到独眼Amon与Crispy 做真枪实弹的训练 Amon从原本babyface整个变得一样 现在的造型简直是麻奋父子加上浅龙电影角色的综合体 话说Crispy跟Alto等人过了将近20年都完全没有老 真的是差别待遇 这里Amon两三下就搞定了Crispy Amon王子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 仍在Crispy爵士直到之下 成为记忆高超的凶猛剑士 但这孩子心性不改 放荡任性又冲动且毫不留情 这时大门打开 Vemon来到现场 前方士兵盔甲上还印着Hightower燃烧绿火的加回 再次展现他们在军灵城逐渐扩张的权力 Alison在会议室接见他 这里画面上透过椅背将Alison困在其中的画面代表两件事 一方面两旁的空洞代表他同时受到两方拉扯 想要支持Vemon 却又不想要手脚太明显 当众羞辱Ranir Hunter的儿子 另一方面因为国王正对面就是海巢大臣的位置 这张椅子多年都属于海蛇 所以这个画面同时也代表他们必须决定 Chorless继承权的未来 这里他们意图挺明显的只同意 要做出对于王国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Ranir来到花园里找Rainys 想当初年纪轻轻的Ranir 曾信誓旦旦对这位老公主说 她总有一天会让整个王国臣服 彻底改造整个系统 而当初Rainys就预料到她会重叛千里了 现在也确实成真 这里Ranir恳求Rainys支持她儿子的正统性 并且丢出一个双赢的提议 也就是让Joceros与Bella成婚 Luceros则与Rainas配对 不过Rainys也没有答应 留下一个暧昧不明的警告说 明天Hightower妇女就会直接对Ranir出手 深夜无助的Ranir最后只能到父亲Viserys斩鞭 问她到底是不是真心相信 冰与火之鸽的预言 让Ranir成为继承人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Viserys仍然神志不清 并没有回答 隔天早上Viserys被学士治疗时 要求Auto安排晚宴 让全家人聚在一起 而且还直接拒绝因素奶 会议上Vamon首先发言 说Velarion和Targeron身为为二的瓦雷利亚家族 必须维持继承人的血统纯正 而Ranir的孩子并不是 不过显然她是忘了还有另外一个家回 是螃蟹的小家族Keltegar 也是从瓦雷利亚来的 这根本是骑士螃蟹不可饶恕 接下来轮到Ranir发言 没讲两句背后的大门就打开 竟然是Viserys一拐一拐走进来 从没想过一个衰老之人 出场可以这么应用 半张脸还戴着面具 这面具也有点像权力游戏中 阴生女妖之子的面具 也就是在迷林试图推翻 Danir's的组织 不过这故事实在是有点远 应该没什么关联 Viserys坐到铁王坐前 万分艰难爬上楼梯 王冠掉到地上 此时扶他上楼梯 重新戴上王冠的竟是Damon 已经过了十多年 他们虽然彼此曾经有些奇异 终究还是泄浓于水 Damon还是真心敬爱 自己的老哥Viserys 国王一坐上王座 就表明Chorless 已经定下自己的继承人了 不懂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而在场唯一可能了解Chorless想法的 也就只有Rainys 结果Rainys坚定表示 Chorless从头到尾 都只想要Loceros继承他的位置 更像众人表明Rhaenyra联姻的提议 也说自己欣然接受 Viserys一听 顺势直接宣布 Loceros是毫无争议的继承人 Viserys当然不服气 忍不住走出来 控诉Viserys无视传统和律法 最后还毫无顾忌的说 Rainys的儿子都是私生子 Rainys自己则是个X女 Viserys起身拔出匕首 说要砍了Vemon的舌头 他在上一集确实有说 任何敢提起这件事的人 都会被拔掉舌头 结果Damon突然冒出 一刀砍下Vemon半颗头颅 只留一个裸露的舌头 众人惊慌失措 反而只有Aemon向Damon 露出敬佩的笑意 看来真的是狗熊喜狗熊 这里援助中的发展完全不一样 Vemon是来到军灵城之前 就大肆批判Rainyr的儿子 Damon听到之后 马上砍了他的头 拿去喂Syrex 之后Vemon堂弟 逃到军灵城 向国王控诉这件事 不过也被砍了舌头 在书中 Viserys在经历这件事之后 从王座叠下来才割伤手指 被迫解职 回到影集 这场临时处刑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Rainys 观看静默修女处理Vemon尸体 静默修女侍奉的是默克 也就是七神之中死神的化神 历史不能说话 专门处理死者相关的事物 到了晚餐 Rainyr和Alison 终于重现书中 著名的黑绿相亲画面 Viserys被抬着抵达现场 跟原著中描述一样 Viserys健康每况愈下 胸痛程度加剧 连一段阶梯都没办法爬 在红堡里行动 还需要乘坐轿子 Viserys一坐下来 Alison就开始祈祷 在七神信仰中 母亲代表的是家庭 生产以及同情形 基本上只是跟爱有关 圣母赏赐生命的礼物 照顾所有人父 她的微笑平息所有纷争 而且疼爱她的海童 而铁匠通常代表的 则是工作 制造 同时也被称为 农夫 渔夫 木匠等等 被视为打造这个世界的基础 铁匠日夜先前工作 使人类世界走在正轨 用锤 礼 极明亮的火 她为小孩建造 最后Alison还为Vemon祈祷 Demon则在一旁 暗自嘲讽的边笑边翻白眼 Viserys向Jace及Luke敬酒 预祝他们的魂营 Eggon则在一旁悄悄吐槽 接着Viserys摘下面具 显露她残破的真面目 右眼变成窟窿 脸颊上则烧了一大块肉 值得注意的是 她是把完好的那面面向黑挡 坑坑巴巴那面朝向绿挡 显现出她对Rhaenyra的偏爱 还有一点 之前她在把Auto炒鱿鱼 失去手相hand之后 下一集我们就看到她少了一只手 上一集Aemon被砍掉一只眼睛的事情 也没处理好 这次就看到她失去了一只眼睛 再次就像词词 如果是符合 接着并说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众人内斗 要大家看在她的份上和好 帝王不能站立 如果魔王的家都不断了 首先话开僵局的 就是Rhaenyra起身敬酒 说Alicent是个真正忠诚的好皇后 全先照顾着Viserys 而Alicent也回应 她意识到自己和Rhaenyra 也许共同点比差异还来得多 表示Rhaenyra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女王 这里两人看似难得真诚相待 不过在原著中 两方的动作更大 或者说更假惺惺 为了表示两人关系良好 公主穿绿袍 皇后穿黑袍 两人交换衣着代表色 并且多次公开表示 他们相亲相爱 让国王极度欢喜 当然Alicent仍死性不改 来到Bella身旁 说她以后想要真正好好爽爽的话 欢迎随时来找她 Joceros愤怒起身 却意识到自己失态 假装是要敬酒 说希望以后能跟舅舅们好好相处 说完之后 Helena又开始预言了 这句话绝对是在明确指射 原著中的血字和起死 以下有超大爆雷 怕的话请自己跳到 这一个时间点 在原著中血龙狂舞开打之后 残酷的Amon骑龙杀了Luceras 黑党为了复仇 让曾经的跳蚤巫老爷 Damon以及他的爱人Mazzaria 从出身低贱的平民中挑选刺客 要他们潜入红宝 刺杀Helena孩子来一命换一命 这两个刺客被历史称为 血字以及起死 血字曾经是金袍护卫队的小队长 在酒醉打死长级之后 被开除成为屠夫 起死则是城堡中的捕属人 熟悉所有密道 于是某一晚 起死就带着血字前进红宝 溜到Alison房间把他绑起来 等待每晚都会带孩子来请安的Helena Helena也分秒不差出现 带着三个小孩子 Jaharis,Jahara 以及还不懂事的Mailer 一到房间就马上被血字和起死夹住 起死这样说 以眼还眼,以子还子 今天只杀你一个孩子 这样就扯平了 其他人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少 皇后陛下挑哪一个呢 Helena眼见求情无用 就选了几乎还是个小婴儿的Mailer 不过事实并没有照她预料中发展 起死在Mailer耳边说 你听见了吗 你妈妈要你去死 起死对血字咧嘴一笑 砍吓得却是Jaharis的头 在此之后Helena放声尖叫 血字和起死也依照承诺掉头消失 在此之后 Helena就逐渐失去理智 足不出乎 所以这里小心床板下的野兽 绝对就是在说血字和起死 她也许已经梦见 自己在未来可能承受的命运了 Viserys要乐手开始演奏 Jaharis则伸手邀请Helena跳舞 说真的他们脸很蛮配的 要是当年Alison答应Ranera 让Jace和Helena联姻的请求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接下来的画面 可说是整个《病与火之歌》系列中 最动人的场面 我们从Viserys的视角 看到一家和乐融融 笑得和不拢嘴 毕竟到了生命尾声 只想要家人好好相处 为什么不能达成她的心愿 不过不出多久她的病痛又开始发作 她被抬走同时 烤乳猪也被抬了进来 就这么刚好放在Amen面前 Loceros暗自发笑 Amen被戳到痛点 一怒垂着起身 别忘了在第六集时 几个人在龙穴牵了一只猪 说是Amen的粉色死神 于是Amen举杯敬酒 嘲讽地强调自己的表弟们 有多么强壮 非常strong 当然就是在暗指 他们strong家的血统 这一段也是直接取自援助 Jaharis受不了嘲讽 一拳招呼Amen的脸之后被架住 此时Damon一直就让他挺住 一样给Amen回一个敬佩的眼神 这两人真的是激情满满 就连名字都只是把D换了个位置 只能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场戏 会拍得多么激情似秀了 众人都离开之后 只剩下Reniel和Alicent Reniel表示他们越早回到龙石岛越好 不过Alicent抓住她的手 反而表示不希望她离开 显然是真的稍微修复彼此之间的裂痕 在原著里 Reniel和Alicent的感情几乎从来没有好过 影集大大强化两人之间的交集 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 听了这番话 Reniel则表示至少要先送孩子回家 自己再骑龙回来 只见一名黑衣人到室中心 找好几集没出现过的Messaria 这个黑衣人 就是一直以来都服侍Alicent的室女Talia 很明显的 她一直都在向Messary提供王宫内的各种情字 所以现在两方的情报大师就确定了 都是虫子主题 绿党有萤火虫Laris 黑党只有白骨Messary 回到Viserys房间 她深陷痛苦之中 Alicent前来照顾 在神志不清中 Viserys把Alicent看成Reniel 回答她真心相信冰与火之歌的预言 提到了征服者Aegon 以及预言中的王子将会拯救王国 难受的是 Alicent当然以为Viserys是在指他们两个人的儿子 大Aegon 也因此更相信Viserys是想要立Aegon为真正的传人 Alicent就这样误解自己的使命而离去 刚才与Reniel建立的连结就此破灭 最后Viserys伸手抓住空母 咽下最后一口气 风暴吹起 蟹龙狂物 接下来重头戏就这样终于要开打了 下礼拜的预告也仅透露蛮多资讯 以下基本上是援助爆雷 所以请自行斟酌观赏 我们看到绿党的人私下聚会讨论国王驾崩 这就是援助里的绿制议会 他们在Viserys死后没有通知任何人 就这样让他尸体躺在床上腐烂 同时将知情的仆役都关进监牢 以及逮捕所有支持黑党的人 我们也在预告里看到唯一在预前议会中从头做到尾的财务大臣 Limon Bisperry斥责他们叛国 在援助里 Bisperry说了这句话之后就起身离去 从此下落不明 有些人说他被关进大佬被冻死 有些人则说Crespi直接当场把他割吼 而绿党在决定好下一步之后 就直接让大Agon上位 当时还在龙石岛的Ranera则气到早产 生下的却是一个早已断气的怪物 就这样真的要开始精彩了 现在就点画面上来 接着看更多影片 下礼拜推出解析影片 时期能准时被推荐 我是潮里坊 我们下部影片见